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公召集了齐国 鲁国 宋国 成国 魏国等国家 去讨伐楚国的傅从国 蔡国 并且顺道发楚 当然最后这场战争并没有真正的打起来 联军和楚国经过了艰苦的谈判之后 楚国被迫同意向周王室进贡用来祭祀用的茅草 就是包茅 那么在春秋史上 这件事情被认为是尊王朗仪的典范之一 所以《公养传》里面极高地评价了齐皇宫的这个工业 他说 南宜与北敌交 中国不觉落陷 这个讲的是当时的国际形势 也就是说 在这个前后 北方的敌人和南方的楚国相继交亲中国 那么中国就像分中的一根线一样 随时可断 所以叫中国不觉落陷 因此 公养传说 皇宫救中国而朗仪敌 祖铁金 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这是对齐皇宫 这个扶楚的极高的一个评价 那么左撰里面 相当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情的经过 只不过 左撰里面在讲到 联军去攻打蔡国和楚国的 这个前面 先讲了一段 很小的这个战争的导火说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左撰文本说 齐侯以蔡姬沉舟于右 荡宫 这个蔡姬是齐皇宫的夫人之一 就是有一次 齐皇宫和他的夫人蔡姬 在他的这个花园里划床 那么这个蔡姬 因为深得皇宫的宠爱 这个就摇动小船 但是齐皇宫怕水 所以文本就都说 工具 便舍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 就是说蔡姬在摇动这个小船的时候 齐皇宫吓得脸都变了 就喝令他 别摇了 所以下面又说 尽之不可 齐皇宫喝止他 但是蔡姬 恃宠而骄 就不听话 于是左撰说 公怒归之 未决之也 那么齐皇宫一怒之下 就把蔡姬打发回家了 归之 就是说要把它修回去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 齐皇宫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修期 因为我们按照礼记的说法的话 诸侯修夫人 要有一套程序 就是说表明 他们的夫妻关系已决 但是这时候 齐皇宫仅仅是 这个归之 但是未决之 那么在名分上说 蔡姬仍然是皇宫夫人 但是呢 这个蔡侯就迫不及待的 把被齐皇宫打发回家的蔡姬 把它架了出去 所以左撞文本说 蔡仁价之 所以从表面上看的话 齐皇宫纠和联军去华菜 是因为蔡仁把菜姬给架了出去 当然实际情况 是由于当时 这个楚国人 逐渐的窥视中原 而蔡国 则成为楚人的这个桥头堡 所以在楚人伐镇的时候 齐皇宫就带领联军 去攻打蔡国 所以在喜宫四年 左撞就叙述说 四年春 齐侯以诸侯之师钦菜 我们都知道 这个蔡其实是个小国 所以当蔡国面临联军的攻击的时候 很自然 蔡国是抵挡不住的 所以左撞说 蔡溃 溃败 接着遂罚楚 因为联军的最终的目的是楚国 是要救楚人去打这个郑国 所以联军遂罚楚 那么面对着联军的进攻 这个时候楚国就派使者来到联军 并且质问齐皇宫说 楚子使与诗言曰 君处北海 寡人处南海 为是风马牛不相及 不于君之舍无地何故 这个楚王旧派使者说 邻居北方 我在南方 我们南北之间 风马牛不相及 所谓的风马牛不相及 指的是 这个风 是指这个放 就是说我们把牛或者马 放在野外 即使让他们走意 就是说这个走丢了 也不会到对方那里去 比如说 我楚国人的这个牛 走丢了 再怎么丢 也丢不到你齐国那里去 你齐国人的马丢了 也再怎么丢 也丢不到我楚国这里来 这叫风马牛不相及 也就是说我们相互之间 是没有关联的 那么为什么你来打我 就是说不于君之舍无地 为什么你带兵来我这里 于是管仲就替齐桓公回答说 管仲对曰 西少康公命我先军太公曰 就当年少康公命令齐国的先军 张太公 他说五侯九伯 鲁石针之 以贾府周氏 那么就是说少康公授权于江太公 说这个五种侯九种伯 你都可以去征讨他们 只要他们有罪 所以你都可以去征伐他们来 这个辅助周氏 赐我先军旅 东自于海 西自于河 南自于牧林 北自于无地 就是说这个少康公 给江太公的权限是 这个东到大海 西到黄河 南到牧林 北到无地 这个足迹之所致 足迹之所致 那么他都可以去征伐 接着管仲就问罪于 楚国的使者 他说 这里管仲向楚国人 这个问了他们的两宗罪 第一宗罪 就是说你楚国人 居然不向周天子 敬贡包毛 所谓的包毛呢 是一种素酒用的茅草 我们知道 古代人要济世天地 那么济地的时候 是要酒逛到地上 那么酒不是直接的 泼在地上 而是要从这个茅草 慢慢的往下渗透到地上 这种茅草的话 这个楚国产的茅草 是最好的 所以 这个他说 恶贡包毛不入 你们楚国人 不向周天子 敬贡这个包毛 这个让王无以素酒 所以寡能是争 寡能是争 就是寡能是问的意思 也就是我问罪于你 你不向天子敬贡 其实包毛只是个象征 言下之意就是说 你不服从周天子的政治领导 所以要问罪于你 这是其罪一也 那么其罪二也 是当年周昭王 群世南方的时候 死在汉水之兵 所以广众说 昭王难争而不负 寡能是问 那么楚国的使者 面对广众的问责 他不乱不应地回答说 对于供之不禄 寡君之罪也 敢不供给 那么对于广众提出的 这个不服从周王室领导 不向天子敬贡 这个楚人承认了 他说供之不禄 这是寡君之罪 所以我们以后会恢复 供给的 所以叫敢不供给 但是周昭王之使 跟我们楚人没有关系 所以他说 昭王之不负 君其问诸水兵 他是不背这个锅的 那么双方其实 并没有真正谈论 所以左撞说 施敬赐于刑 就是联军还是进一步的 往前进了一步 并且驻扎在刑这个地方 接着下 楚子是屈王如师 师退赐于少林 接着楚王又派 他的大夫屈王 来到联军的军队 那么联军就驻扎在少林 其侯曾诸侯之师 与驱王成而观之 齐桓公就和驱王同乘 一辆战车 然后一起阅兵 齐侯就对驱王说 齐侯曰 起不古事为 所谓的起不古事为 不古是这个君王的谦称 说这个起兵 难道是为了我个人的事吗 先君之好事迹 说我的起兵是为了延续 先君们所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 与不古同好 如何 就说我们继续保持友好关系怎么样呢 然后驱王就回答说 君会搅扶于秘义之设计 鲁收寡君 寡君之愿也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说 这个承蒙国君临 这个到秘义之设计来求福 这个搅就是求的意思 搅扶就是求福 就是说到秘义来求福 并且承蒙您 接纳安抚我们的国君 叫鲁收寡君 这个鲁也是签词的 这是寡君之愿 一对一打 其实是纯粹的外交辞令 但是讲完外交辞令之后 齐桓公就开始耀武扬威了 我们看他接着说 齐侯曰 以此重战谁能预知 以此功臣何成不克 也就是说齐桓公在面对着大军 面前对屈王说 你看我这个军队多么的强盛 用这个军队去打仗 谁能抵挡得了我们 用这个军队去攻城 什么层次我们攻克不了 那么面对齐桓的耀武扬威 这个屈王不看不悲的 回答说 君若与德谁诸侯 谁敢不服 也就是说 君王您如果用德来安抚诸侯的话 那么天下诸侯谁敢不服呢 但是反过来 他说君若以利 如果您要用武力来相征服的话 那么屈王接着说 也就是说您如果真的要打仗的话 那么我们楚国人愿意混陪 我们楚国人将以方城山为城墙 以汉水为复城河 所以您的军队虽然多 恐怕也无所作为 言下之意 我们楚国人完全可以和你们齐国人 决于胜负 那么其实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对白 可以看到 其实当时 不论是以齐皇宫为首的联军 还是楚国 这个双方两边 其实都没有必胜对方的信心 因此在大家各自表达了态度之后 那么最终 因为都没有绝对的把握 能够战胜对方 于是各自退了一步 决定 以谈判的方式告终 所以接着说 屈王及诸侯盟 也就是楚国决定和 以齐侯为首的联军相结盟 也就是答应了 在一定条件下 答应齐皇宫提出的条件 也就是 楚国同意 恢复向天子进贡 这个就是所谓齐皇宫扶楚的事业 那么齐皇宫 在安鲁 旧行 存位和扶楚之后 它的工业可以说达到了顶点 就算是 我可以说达到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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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